哈囉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想必有在關注虛擬幣的人 應該對這個 NFT 不陌生吧 那 NFT 是什麼呢 就是 Non-Fungible Token 那這個也就會 將掀起我們另一波 線上藝術品的販賣形式 其實這並不難 而且你也可以製作 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吧 走 NFT NFT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你可能有聽過 推特老闆把自己的推特發文 來做販售 那這個販售金額高達270萬美金 那你可能有聽過 Elon Musk 的老婆 販賣了他的第一個電子的相本 那這個相本大概販賣了快要600萬美金 那這個 NFT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那個寶可夢的收集牌 那現在這個寶可夢的收集牌 它雖然只是一張紙 但是呢 你如果擁有了第一版的 可能是噴火龍 或者是一些比較稀有的卡 那因為這個第一版 它有點像是數位成章 那只要擁有了這個第一版 那這個就會變成很高價 所以呢 這個是理念 我們到下一集會講 但是我們這一集會把它專注在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 NFT Art 我們也會讓我們的粉絲有機會去參與到 我們這個頻道的第一個 NFT Art 那喜歡的人也可以點下方的連結去看看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步一步教你 如何製作這個 NFT Art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如何製作屬於一個自己的加密藝術 今天我們使用的就是 Mintable 那這一個 App 我們會放在底下的連結 那點擊進來之後呢 我們今天就教大家如何一步一步的從註冊帳號開始 然後如何去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加密藝術吧 首先我們先到這個畫面的右上角 這裡 Create Account 去註冊帳號 我們就取一個叫 Kukulab 然後 Kukulab at Gmail 然後再打一次 那我們這邊就是因為密碼的 這邊需要有一個特殊符號 那我們沒有一個特殊符號 所以我們就加一個特殊符號即可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按註冊帳號 然後我們這邊就需要去收信 然後去拿這個認證碼 那好了之後就是確認帳號 那 哒哒 你的帳號就完成了 那這時候我們需要去 Login 再登入 那登入帳號之後呢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 Connect a Wallet 那我們前一陣子有教大家如何使用 MetaMask 這時候我們就是連結 MetaMask的錢包 那如果還沒有 MetaMask的人 也可以點選我們右上方 我們會把我們之前拍的影片連結放在那邊 那為什麼是說我們沒有 MetaMask的錢包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就重新整理之後 這裡就有 MetaMask的錢包 然後我們就按連結 那這時候你的 MetaMask就會跳出來 這時候你就需要去點選右邊的這邊 去做連結 然後再做連結 那這樣輕輕鬆鬆就連結好了你的 MetaMask 那我們注意一下我們這裡目前是零元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就是不花任何一毛錢 就可以去製作你的 NFT 都完成之後呢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點選這個 Mint and Item 因為我們的錢包裡沒有任何的 NFT Art 所以第一次的時候我們不會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通常就點選右邊這個 Create A New Item 那這時候他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 Advanced 和一個是 Easy 那差別在哪呢 差別在就是 因為正常的 NFT作品都是先存在區塊鏈之中 那如果你要把你的作品放到區塊鏈之中 你必須要做一個傳輸 因為呢 以太坊目前的 Gas fee 就是那個油費是非常高的 所以通常 如果你是要做一個 NFT的檔案的話 通常是需要大概 六七十美金左右 那我們今天教大家這個方法是 就是不用任何手續費 也不用任何金額 就可以去把你的作品變成加密藝術 那差別在哪呢 差別在就是你的作品在還沒有賣出之前 你只會存在於 Mintable的區塊鏈之中 那等到就是這個作品賣出去之後 他才會發佈到就是區塊鏈網路之中 就才會變成真正意義的就是公開網的 NFT 那前面講了這麼多其實 就是你也不用去理解 主要就是你要知道你要做這個 NFT 就直接是選 Easy 然後就是你有五十個免費的額度 可以去上傳你的加密藝術 然後我們進到這裡面來 那他第一個問題就是問你是說 你要打算做哪一類型的加密藝術 你可能是 Art 就是藝術品 或者是收藏品 那也有可能是遊戲物品 或者是音樂 這時候就是選擇你自己想要的主題類型 那我們就先點選 Art 他這邊會問你是說 你的這個 NFT 的名字需要叫什麼 這時候我們可以寫 然後這底下就是 Listing Subtitle Subtitle呢就是你要給他附註什麼 那我們可以寫 Kukolet First Edition One of One 假設是這樣子 這裡就是用來上傳你的影片、音樂、圖片或加密的檔案都可以 今天我們的作品提供者是一個還滿不錯的一個就是藝術家 那他的名字叫做熱狗 那你也可以到我們底下也會放上他的 IG 如果喜歡他的作品也可以過去看看 那今天這個畫是由他免費提供的 在這邊也謝謝他 然後這邊呢就是要讓你加一個 preview 就是預覽圖 通常我們也可以直接用同樣的照片這樣子 那 Item Description就是 寫一下就是這個東西到底是關於什麼的 然後這邊就可以稍微打一下簡介 那底下這個框框呢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賣這個圖片或者是所有權的話 就可以在這裡打勾 那我們在這裡就不打勾了 那這邊最後一個就是問你是你要固定價格呢 還是競標價呢 還是要就是有一個馬上買和競標 就是你可能是設0元起標 但是可能你100就可以買 假設0元起標 這邊你就可以設置0元起標 然後你要售的售價是多少 那我們在這裡就是選擇0元起標 看來他必須至少要1塊錢美金 那我們就0.99吧 再來我們就選擇這個競標的長度 那我們這裡就用7天 因為我們的影片大概是 今天是錄影的日期是禮拜二 然後我們下一個影片是禮拜五 所以希望還有一些人就是能夠在影片的時候可以就是下來幫我們下注 因為這個是免費的有時候是蠻多人會上傳的 所以如果現在跑出這個verify your upload please wait 這個通常就是需要等一陣子 因為這是免費的 然後加上最近呢 這個非常的紅 所以他網站有一點就是問題 那就是多嘗試幾次吧 如果這裡一直跑出 please wait 或者是按鈕按不下去的人 就是等一下再多試幾次 因為畢竟這個目前就是很多人會想用 那這時候我們就到這個Transaction Alert 這邊按下去之後按Proceed 那這時候你的MetaMask的錢包就會跳出來 然後你就需要點選Sign 然後呢 登登 你的第一個NFT就做完了 這時候你可以點選下方的這個View Your Item 你就可以到這邊 去看是說 欸 到底是什麼 那目前是 0.99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最後會到多少吧 然後再往下看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信息 也就是說你這個NFT Token的信息 就會被記錄在下方 最後 我們來看看這個擁有者最後會屬於誰呢 如果你有從我們以上的影片學習到任何東西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按讚留言 並且轉發分享 那如果想要更快的獲得更新資訊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們的頻道 啊 對了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先到我們部落格看看 我們在那邊都會先更新一些大家常見會遇到的問題 再來我們底下的留言區也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我們都會盡可能的回覆大家 那就這樣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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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看見 掰掰 我們會不會再跟你們 呢 掰掰 還有 我們會怎麼上來看 我們會不會再看 看看